你知道蒙古沒有蒙古烤肉嗎? 什麼?難道你不驚訝? 讓我們知道溫州沒有溫州大餛飩 福州沒有福州乾拌麵 而四川也沒有四川川味牛肉麵 還有月亮蝦餅也不是泰國的 讓我們來一一盤點這些超台的韋異國料理吧 蒙古沒有蒙古烤肉 為什麼他敢叫蒙古烤肉呢? 難道不怕被沉疾思汗塗層嗎? 蒙古烤肉是由台灣的相聲國寶演員吳兆南所創 在60年前他在公館的銀鞍桶橋街開了一間燒肉店 做法源自於北京的鳥子烤肉 本來想取名叫做北平烤肉 但是在那個戒嚴的年代 取個北平烤肉很有可能會被當成是共諜 所以他取了一個名字叫做蒙古烤肉離北京遠一點 他用手畫了一個大烤盤的設計圖 也就是我們現在吃蒙古烤肉看到的那個大鐵盤 可以自己選擇多元的肉類以及蔬菜 淋上醬油、麻油、大蒜、辣椒、檸檬汁、鳳梨等11種配料 已經脫離原本北京烤肉的做法變成新的料理 CNN也把台灣蒙古烤肉評選為世界最佳烤肉之一 另外還有一個說法 相傳陳吉思汗遠征歐洲的時候 為了要快速的吃飯 以燉為鍋、以毛為快來烹調食物 也就是現在蒙古烤肉的大鐵盤以及長筷子 不過把燉排加熱當成鍋子 然後用毛來烹煮肉類 大家覺得這個說法可信度有多高呢? 然後大家愛吃的月亮蝦餅其實也是台灣人的創作 你可能會說不對啊 上次我去恰吐恰才吃的月亮蝦餅啊 那麼我要恭喜你 你從台灣跑到泰國去吃了一道很像泰國菜的台灣菜 根據泰國觀光部表示 泰國從來沒有月亮蝦餅這道菜 台灣很多泰式餐廳賣的料理是雲南加上緬甸 加上滿滿的台灣味 泰國沒有月亮蝦餅那個是台菜 泰國也沒有大薄片那是雲南菜 泰國更沒有焦麻雞那個也是雲南菜 都是二次創作以後的偽泰國料理 所以當你去福州的時候發現沒有福州撒瓜乾拌麵 當你去溫州的時候發現沒有溫州大餛飩 當你去四川的時候發現沒有窗味牛肉麵 請你不要生氣 反正太陽餅裡面也沒有太陽 老婆餅裡面也沒有老婆嘛 另外台灣街頭巷尾其實開了一堆日式料理 而且通常都會寫著這個是日本口味 但是來過台灣一陣子的日本人都知道 只要外面寫上日式料理的通常都是台灣口味 日本國內其實也流行著一些偽異國料理 名古屋有一種台灣拉麵非常有名 長這個樣子 但請問有誰可以告訴我 在台灣哪個地方可以吃到像這樣的台灣拉麵呢 所以假如你有日本朋友的話 其實你可以跟他說台灣其實沒有台灣拉麵 反正大家都是憑著自己想像 創造出符合自己口味的偽異國料理 詩人焦彤說 他所創造的蒙古烤肉 並非真實的北京烤肉 而是拼湊記憶之後 炮製出一種象徵的 重建的意義的烤肉 一種詩性的想像 呈現時間錯疊的家園滋味 真是好詩啊 我自己有一個看法 我稱為故鄉近視症 我們總會為身邊常有的人事物感到理所當然 對於身邊的親人 對於成長的家鄉 都不太會去珍惜 甚至想要去逃離 等到逃離了以後才會開始想念 九層塔跟羅勒是比較高級呢 其實九層塔就是羅勒的一種 其實都是一樣的東西 不要搞得太複雜了 旅行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就是 治好自己的故鄉近視症 有時候在自己的土地待久了 難免會有一些倦怠 覺得比不上別人 等到來到了台北 才想到鄉下的好 等到離開了台灣 才知道故鄉的好 所以旅行其實不是為了逃避 而是讓我們離開那些 理所當然的人事物 喘一口氣 等到我們休息夠了以後 我們才有力氣 重新去愛上那些 我們原本就理所當然 該愛的人事物 我的神 我會有一個太陽 想到你們 旅行 我會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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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